这应该算是每个看不鬼灭的人 脑海中都会浮现的问题 园一真的能做到一刀秒上弦吗 原作中园一对于无惨那一战的评价 非常耐人寻味 针对无惨的自我爆破 园一非常明确的知晓 自己斩掉了1800块肉片中的1500多块 证明园一可以在瞬息间追踪超过1500的目标 并将这些目标全部摧毁 再来看上弦之三一窝座 大招轻银乱残光一瞬百拳 对上原一被秒绝对不冤 至于上弦之二同魔 血鬼术均为兵系技能 速度也不算太过出众 再对上火克兵的日乎 结局或许很凄惨 黑死谋更不必多说 他在封柱与岩柱的眼中是速度极快 甚至细耍狭柱的存在 但在有防备的前提下 面对原一堪称放水的平坦 却连刀都拔不出来 可见一刀秒上弦 并不是什么夸大战力 而是真的能够做到